接下来我们看垃圾填排场 哎呀学到后面是越学越轻松了 后面就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了嘛 你比如垃圾填排场 它就是基本上考一套选择题 咱们只需要把它哪些可能出选择题的点 给你勾画出来解释一下就行了嘛 很简单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垃圾填排场 填埋区结构特点这里 有这么一个断面设计图 这个断面设计图呢 曾经就喜欢考一套选择题 让你排序呀 说这里是填的垃圾 垃圾下面这个首先是 深地液收集导排系统 深地液收集导排系统下面是防渗系统 防渗层 防渗系统下面是压实土壤保护层 又叫基础层 如果考的更细致一点 请你单独对防渗系统进行排序的话 你看也很简单 这个SDP模 模式最金贵的嘛 所以模放中间 下面有布盖着 下面有垫子垫上是不是 好 我们看17年的一键 就考证一道单选题嘛 说垃圾填排场 填排具防渗系统 结构层 自上而下的排序 正确的是 自上而下哦 你要知道 模式最金贵的 模放中间 上面是布 把它盖住 下面有垫子 是不是 当然选择B了 好 垃圾填排场 填排区防射层施工技术 首先 泥质防水层 什么是泥质防水层啊 它的核心是参加了 膨润土的半壳土层施工技术 理论上 土壤坑里越细 汗水量越适当 密实度越高 防射性能就越好 什么是膨润土啊 它是一东西 蒙托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粘土盐 烹润土含量越高 抗争性能当然就越好 那么如何保证 离制防水层的质量呢 首先要对施工单位 它的资质进行确认 然后对产品的进货质量 进行检验 你看 审核生产产家的资质 经过照片方式 选择供应商 要检验产品的出场参政 出场参政 产品和额证 产品说明书 检验报告 然后不认读参加量的确定 确定最下配批 还有办法均匀度 含血量 均匀压的压湿度检验 那么 在施工过程中 质量检验的时候 要同步进行 压湿度实验 和胜水实验 是我们离制防水层 质量控制的关键 离制防水层 要想起到防水效果 首先 得把这个图给它压实 然后 要想防水 得要做什么 渗血实验 好 检验土防水层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检验土垫 现在使用的是 垃圾的检验土垫 有天然垃圾的 还有人工垃圾的检验土垫 那么 有粉末型的检验土 也有壳内型的检验土垫 壳内型就是检验土 力量大一点 对防水要求高的场合 要优先使用 离境小的 粉末型的检验土防水层 离境越小 它越密实嘛 防水效果又好嘛 就这个意思吧 检验土垫 储存 防水防潮 避免暴晒直立 你要直立了 把毯子直立了 那中间的检验土 就会往下下坠 上部可能会有 会有空的地方 是不是 避免直立雨半区 检验土垫 不应在雨雪垫下施工 好 检验土垫 施工的技术要求 具体要求 因自然的雨基础层贴实 不应褶皱 悬空 另外 这条喜欢作为选择体的选项 要平行分布 不得是自行大剑 就铺的时候 这是一块检验土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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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平行分布 这样平行分布的好处是 能把接缝部位 错开布置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让你 错开布置 不要通缝 不能出现十字大街 那么你看 上面这个叫毛固沟 诶 我们把检验土垫 毛固在毛固沟里面 加在毛固沟里面 防止它沿着坡面 会往下下滑 好 那么检验土垫 它的大街宽度为250毫米 这个条目也喜欢作为选择体的选项出现 检验土垫它是大街的 把上层卸开 让大街不会撒点检验土垫 再把上层一回干 这就形成了密封大街了 大街宽度为250毫米 好 往后再看 是吧 欲有贯穿物 或与结构物的连接处 检验土垫 与周边的接触要密封 比如你看我这幅图 水管子穿过检验土垫 那穿越部位肯定会渗动啊 诶 所以我们要用检验土 把周边给它密封 要密封 检验土垫 施工完毕以后 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任何人员不得穿钉鞋等 在上面踩踏 车辆不得直接在上面碾压 研修以后防水防潮 好 我们18年的意见 考了一道单选机 这道题目选什么 关于捧润土垫质量控制要点 路里说法错误的是谁 大家看这道题目选谁 说啊 顺坡大街 采取上压下的打击方式 这句话是没毛病的 它跟我们前面的 桥面防水施工是一样的 桥面防水卷在铺设 是不是上压下 从低处往高处铺设 然后上压下呀 只有上压下 像瓦片一样 才能形成良好的防满水效果嘛 然后 避免品行分布 尽量十字大街 正好讲反了吧 应当尽量品行分布 避免十字大街 就是要求你 接缝部位必须要错开布置 不能形成通风是不是 所以错误的当然是B了 那C 鱼血电器停止施工 没毛病 D 它不是拉平盆堵电 确保无褶皱无旋空 当然没毛病了 好 错误的就是B 往后巨细膜 这个巨细膜啊 HDP膜啊 本质上就像塑料袋子一样 所以它跟塑料袋子的性质是雷同的 它都是不易被破坏 使用说明长 防身效果极强 那么它自身的产品质量 以及连接部位的焊接质量 是防身施工的关键 那么我们看 HDP膜施工的话 它的连接是采用焊接的 那你焊接的话 像这样的话叫双风热溶焊 简称热溶焊嘛 它形成两个焊缝 以后我们对双风热溶焊 进行焊缝质量检测的时候 就是往中间的气浪里面冲气压 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气压降嘛 所以称之为气压减字法 进行双风热溶焊的焊缝检测 这样的叫单风挤压焊 简称挤压焊 它只有一个焊缝部位嘛 所以以后对它进行 焊缝射测量检测的时候 是用真空及电火花检测的方法 那么这种双风热溶焊的气压减字法 主要是检测焊缝的强度和气密性嘛 往里面打气压 看看能不能把焊缝部位张开 或者看看有没有气压的泄漏 是不是 所以说 检测焊缝的强度和气密性 好 接下来这个内容比较繁杂 咱们简单的把几个 可能作为选择器选项出现的点 给你简单的识别出来 证别出来就可以了 HDP预膜储存的时候 要存在干燥 阴凉 然后清洁的场所 远低热源 与其他物品要分开存放 储存时间超过两年以上的 使用前重新进行检验 因为这个膜 才像塑料性质一样的东西 时间长了容易老化嘛 是不是 除了两年以上了 使用前要重新的检验了 在铺设HDP膜之前 检查器膜下保护层的要求 那么每平米的 并且弩扎不着过20毫米 HDP膜铺设的时候 应付了下来的要求 铺设时要一次展开到位 不宜展开后再反复的拖动 防止反复的拖把拖拖拖坏了嘛 因为材料的热胀冷缩 导致了尺寸变化流出伸缩量 对膜下保护层 采取适当的防水排水措施 采取措施 防止HDP膜受风力影响而破坏 好往后面直接看 铺膜的时候 按照斜坡上不出现横缝的原则铺膜 这个跟GCO点一样 就是坡面上面不要有横缝 斜坡上不出现横缝的原则铺膜 先边坡后长底滋上而下滚铺 你看这一卷子滋上而下滚铺 那么在恶劣天际30前 减少展开膜的数量 做到焊多少铺多少 冬气眼睛铺射 我们今天GCO点 雨雪天际停止施工 这里HDP膜也是冬气眼睛铺射 因为冬天天气冷 这个塑料性质的东西 容易起碎容易破坏 禁止在膜上面吸烟 好 每个焊接人员 每台焊接设备 在正常焊接之前要进行试焊 任何一个试块 没有通过撕裂或者抗解层时的时候 实验新焊接要重新做的 往后顺畅焊接 说啊 所有的焊缝修补 从头到尾进行整个的修补 然后才能连接的牢固啊 你看 先把需要焊接的地方去除表面的氧化物 去除杂物 严格限制只在焊接的地方进行 你看其他地方你不要打磨 你把它打磨容易磨薄了容易破坏啊 磨瓶工作在焊接前不超过一小时进行 也就是说我这边刚把它磨干净 然后你一小时之内就要焊接 防止你把它边缘部位是打磨干净了 结果你长时间放在那里没焊接 表面又被污染了 又引起氧化物了 那焊接就不老固了嘛 是不是 好 临时焊接也不能使用溶剂或者粘合剂 通常 为了避免出现拱起 边坡于底部的HTP膜 焊接应在清晨或晚上气氛较低的时候焊接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常温的时候 你把这个膜是焊接牢固了 但是呢 气氛一降低 受冷收缩 此时膜往两边收缩 只有可能又把汗氛不会给它撕开撕裂 是不是 但是你这样来想 一般热熔连接都是气氛较低的时候连接 包括我们前面讲到聚系管道连接 基本上也是气氛较低的时候连接 好 HTP膜材料质量抽检的时候 由供货单位 建设单位 现场抽样检查 由建设单位送到国家证证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那么HTP膜质量验收的时候 是每一万瓶为一批 哎 这个分批的要求啊 跟我们前面桥面防水层 那个防水剪裁施施工的时候 它的质量检验一样 防水剪裁质量验收也是不超过一万瓶为一批 每一万瓶为一批 好 那么HTP膜啊 它属于是隐蔽工程施工了 所以质量验收都要合格力百分之百 我们一期年的意见 这里考虑到多选期 大家可以看看这道多选期选什么答案呢 关于生活垃圾填埋场 HTP膜铺设的做法 问你错误的是哪些 大家看 这题选什么 首先A选项 总体施工顺序 按照先边坡后长底的顺序来施工 没毛病吧 就是先边坡后长底 自上而下滚铺嘛 然后B选项 东七施工时应采取防冲措施 哎呀 这个B选项实在是太阴险了 看似好像很通情达底一样 实际它是 它是早就埋伏了圈套在这里 早就设好了陷阱在这里 东七是不能施工的 不是采取什么防冲措施 东七是不能施工的 是不是 起碎容易破坏 是不是 C选项 铺设时反复展开并拖动 以保证铺设平整 错了吧 尽量一次铺设到尾 不能反复的拉扯拖动 HTP膜施工完成后 立即转入下一工序 以形成对HTP膜的保护 这个选项出的就非常的实在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词了 内心自然就起了警觉 立即转入怎么样 好像被强迫了一样 心里面马上就有警觉了 肯定有问题 你看 因为HTP膜大数以隐蔽工程了 你施工完了 要同步质量检验 质量检验时候合格了 才能进行下一工序的施工嘛 第一选项 也错了 E选项 即时的收集整理 施工记录表 没毛病啊 所以错误的只能是BCD B选项 你看好了 东西是严谨铺设 不是采取什么防农措施 好 垃圾填埋场 填埋区域 倒排系统的施工技术 这里 这里主要带大家看一个 热容焊接的要求 这个在E4年内 一件事正考过案例题的 你看 这个塑胶管道 通常会采用热容连接 把它粘到一起 热容焊接 生活上非常常见 比如说 我们家里面 套装修排管道 很多这个塑胶管道 不经常会用到这种热容连接吗 热容连接这么不大 阶段里就知道 首先是预热阶段 把夹车板通电 预热 是不是 然后是吸热阶段 夹车板热了以后 把管道拿过来 换到端部 给它靠近夹车板 把管道端部 夹车成熔熔状态 然后夹车板取出了 把两个管道 使劲加下对接到一起 然后对接完了以后 有一个保压冷却阶段 你刚对接到一起的两个管道 接到不会很柔软很脆弱 你得在一段时间内 保压冷却 不能够产生附加贺载 不能够移动 热容连接的五个阶段 你要知道 后面这个管道热容焊接 公式流程 跟这五个阶段 基本上是对应的 首先要想管道热容连接的话 你得先把焊接上来调试 设备要调试 然后你要把管道先准备就位 管道准备好了 要想把两个管道对到一起 首先对证检查 你得把两个管道先拼一下 看看能不能对证 能不能对证 这叫对证检查 管道还在对证检查 然后再对管道 对我们的热容机械 加热板进行预热 然后再把管道端部 加热融化 再把管道实际的加压对接到一起 然后加压对接以后 有一个保压冷却阶段 曾经考试 他比如故意把这个步骤去掉 把这个步骤去掉 后面请你补充AB步骤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应该看完一遍 就有很深刻的印象了 热容连接这个步骤 好 垃圾填埃墙与环保技术 这个字幕呢 逻辑性特别强 只要读过一遍 他因为只是偶尔考选择题 只要读过一遍的 基本上考选的题材价 是都能得分的 逻辑性特别强 首先 我们国家垃圾填埃墙 基本上采用的是 封闭性的填埃墙 就是不让垃圾 甚至于外泄 不染环境的 它是封闭性填埃墙 垃圾填埃墙 从选址 设计 施工 运行 都是与环保密集相关的 那么在选址的时候 是远积雪原 少散良田 尽量利用荒地和当地地形 一般选在远离居民区的位置 然后距离居民区和供水点的话 要满足一定的保护距离 这个具体距离是多少 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来确定 要符合环保的要求 垃圾填埃墙 因设在当地的夏季 诸道分箱的下风处 夏天满 垃圾种以腐烂发粥和臭 设在夏季 诸道分箱的下风处 设在地下水流向下游的地区 减少水污染 垃圾填埃墙 不得建在下游地地区 这个一遍一读你就知道了 那当然 你看 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 当然不能设垃圾填埃墙了 红饭区 泄红道 当然不能设垃圾填埃墙了 尚未开采的地下运矿区 和延容发育区 什么自然保护区 人物古迹 考古学 历史性 历史学 包括生物学研究考察区 事情你一眼就看出来 当然不能设垃圾填埃墙了